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林 这是可以随意进出此结界的钥匙 一旦碧海苍灵出现情况 用法力驱动钥匙就可以离开结界 还会直接定位到本公主所在的位置 开启空间法术 让你迅速找到本公主 众林先官借过钥匙说道 是 公主殿下 玉璽做完这一切 便立刻赶往青秋湖立洞 她默默地说道 东华 我与你同生同长在碧海苍林 我与话后你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用自己的姻缘做交换 来保护四海八荒数万余年的和平 在你沉睡期间 我 凤雨玉璽会替你守护好这天下苍生 十里桃林玉璽刚刚撤去玉风绝 降落在十里桃林中 哲言就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仙泽 立刻走出小木屋行礼道 哲言见过凤雨公主 随后跟来的白真也行礼道 青秋五荒五帝白纸帝君之四子 白真见过凤雨公主 玉璽笑道 四叔 老凤凰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在青秋我还是白凤九 凤雨公主那是给别人叫的 你们还是叫我小九吧 哲言笑道 好吧 小九 你来我这桃林想做什么 玉璽说道 当然是有两件事 其一是向四叔交接青秋的政务 其二吗 就是顺便向老凤凰你讨了两坛子桃花醉 哲言却开口调侃道 我说丫头 你不在碧海苍林陪你的东华帝君 要我这桃花醉做什么 玉璽听出了哲言的调侃 丝毫不客气的对道 桃花醉跟我 是不是在碧海苍林陪帝君有什么关系 我想喝不行吗 行行行 女君大人说什么都是对的 您尽情搬 想搬多少搬多少 并不是吝啬那几坛子酒 就是想看看曾经那活碰乱跳的小凤酒 哲言想逗逗她 玉璽看出了哲言在逗她 立刻恢复如常的说道 哲言最好了 白真也不甘示弱 问道 四叔呢 玉璽连忙说道 四叔更好 四叔帮小九打理了这么长时间的政务 小九感激不尽 等四叔什么时候来我狐狸洞 小九丁会亲自做一桌子好菜孝敬四叔 白真满意的说道 这还差不多 睡了这么长时间 我这脑子都要秀了 要回去再熟悉熟悉这些卷宗 那 小九就先回狐狸洞了 说完还像模像样的朝白真和哲言去了屈膝 哲言赶忙说道 别 你可别拜我们 我怕遭雷劈 玉璽笑了笑 说道 好吧 那小九就先回狐狸洞了 说吧 一个仙盾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丫头 白真被玉璽斗得一阵发笑 哎呀 几万年了 那个曾经活泼爱笑的小凤九 终于又回来了 哲言笑着问道 在感叹凤九之前 你是不是可以先将手里的黑子落定 白真捏着黑子说道 老凤凰你催什么 我需要思考 好好好 你思考 思考 哲言越发地觉得 这白家的一众小辈 当真让自己宠得不像话了些 这叫什么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玉璽回到狐狸洞后坐到自己的床上 感叹道 这几万年 除了天外天的明凤殿和太成功的羽西殿 也就是自己的狐狸洞最舒服了 说着 玉璽习惯性摆了摆头 像足了一只可爱的小狐狸 玉璽也许是重生后的原形 是四海八荒唯一一只九尾红狐 不知不觉间染上了很多狐狸的习惯 女君 女君 有先者前来找你 玉璽还没做一会 米谷便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玉璽提醒道 小殿下 米谷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疑惑道 啊 玉璽再次说道 米谷 不要叫我女君 都把我叫老了 你还是叫我小殿下好了 听起来比较顺耳 玉璽顿了顿 问道 米谷 你说谁来找我 米谷回答道 回小殿下 是一个红衣女仙 不对 她身上散发着这气息是摩西 是魔族 玉璽一听就知道来者是谁 立刻跑出去喊道 晚姐姐 你总算来看我了 不错 来者正是魔族十足少晚 少晚见到玉璽 笑着调侃道 小羽毛 你怎么突然回青秋了 祖宗我去天来天找你铺了个空 听黄医说你带东华回了碧海苍林 结果你也不在碧海苍林 怎么 舍得离开你的东华了 玉璽说道 晚姐姐 你不要开我的玩笑了 虽说我换回了东华的仙体 但是无法重组她的原神 现在的东华只是空有一副仙体和破碎的原神 陷入了沉睡 我已将她放入冰棺中 沉入碧海苍林的灵泉中 以便于她在沉睡中慢慢的修复原神 而我 则会代替她 替她守护好她守护了万年的天下苍生 少晚说道 小羽毛 你是认真的 要知道这天下苍生可不好守护 玉璽坚定的说道 晚姐姐 我和东华是一起成长的 她为了天下苍生自毁姻缘 既现原神 现在陷入了沉睡 我有什么理由可以避开这一切 任她守护了万年的天下苍生毁于一旦 如果我避开了这一切 我又有什么资格继续做女娲娘娘的女儿 有什么资格继续做这凤与公主 少晚听到玉璽这么说 就明白了她的决心 也沉默了下来 玉璽见少晚突然不说话了 便问道 晚姐姐 你和墨渊怎么样了 她可是等了你整整十九万年 少晚一听玉璽提到了墨渊 立刻炸毛了 说道 那块木头 活该单身了十九万年 天天待在那昆仑须 就不会来魔族找祖宗我吗 玉璽却说道 晚姐姐 我忘了告诉你 我祝你涅槃重生的时候 为你服下了天外天的圣耀雪灵丹 什么大战时你被摸烟一箭穿心 所以我利用用雪灵丹的特性 引去了你的气息 让它感觉不到你的气息 认为你还在沉睡之中 少晚说道 小羽毛 你不用隐藏祖宗我的气息了 快点撤去这个仙法吧 玉璽却问道 晚姐姐 这是为什么当年的什么大战 可是梦渊的轩辕剑将你一箭穿心 你不恨他吗 少晚说道 不恨啊 祖宗我从来就没有恨过他 那一年的什么大战 祖宗我是故意往他的轩辕剑上撞去的 为的就是能让他顺理成章的成为 天族传颂的私乐战神 现在看来 祖宗我当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事玉璽突然起了顽心 附在少晚的耳边嘀嘀咕咕了一阵子 少晚有些担心的说道 小羽毛 这样可行吗 祖宗我怕冬华醒来后 知道了要灭了祖宗我 玉璽说道 晚姐姐你就安心吧 我的剑术可是很好的 再加上我现在的修为 可是飘渺仙境 估计连冬华都打不过我 你还怕什么 难道你忘记了我在水沼泽神宫学习的时候 曾经以上先的修为 将教习剑术的蒙岸上神地打败了 你就安心吧 我那凤宇十八世的剑招 连冬华都不一定全都接得住的 而且你也说了墨渊是块木头 如果我不给他下一剂猛药 估计他是不会有所行动的 听到这里少晚也有一些心动了 随后又有点担心的问道 小羽毛 那你青秋的政务怎么办 玉璽说道 晚姐姐放心吧 青秋这里还有冬华坐下的三十六位神将呢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